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間過得很快 這兩年我在內地的煙花公司實習 到了2018年 我終於回來澳門 而且是以煙花設計師的身份 參賽澳門國際煙花會演 阿祖 有人找你 阿祖 阿祖 嘩 很久沒見 你整個人都不同了 現在橫看店 你也是一個專業的煙花設計師 你也是 這麼多年沒見 但你懂得說話了很多 是嗎 今晚是你第一次自己設計煙花升空 是不是很緊張呢 當然緊張 幾萬人看著我的作品 作為觀眾都是想看一個好Show 這幾年我都參考了很多不同的煙花 例如好像在杜拜 就是這樣 它有跨年的煙花表演 用了五十萬的煙花 只是演出的時候 都要以超過一百部電腦來控制 整個計劃的過程 有十個月 你說厲害嗎 是啊 我也有留意到新聞 他們還拿了這個世界最大型的煙花表演紀錄 所以印象都很難忘 是的 其實除了杜拜之外 日本也是另一個很有名的煙花國家 例如像去年 我去了日本的全國煙火競技大會 這個就是堪稱煙花界的奧林伯克 當晚我還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煙花師 他創作的新型煙花 真的很探為觀止 不過說到最特別 都要數到中國著名煙花師 就是蔡國強先生的作品天梯 他為了紀念過世的親人 設計了一條長五百米的長梯 再把這條梯綁滿了火藥引線 和一些金色的煙花炮管 再由一個熱氣球拉到半空之中 點著之後 就像一座金剛閃閃的天梯伸向天空 真是很有思義的 如果有一天我的作品 都有他們一半那麼厲害 就好了 慢慢來吧 你剛剛才開始 我相信你未來一定可以做到 像他們一樣 給點信心自己 謝謝你啊 特意來跟我打氣 好吧 那我也不妨礙你了 今晚等你做完事 我們慶功宴再見 好吧 拜拜 啊 你有沒有阻止消息 沒有啊 他說今年會回來看我演出 但現在也沒有消息 不要緊 我會幫他錄下之後再給他看 今晚我和阿姨支持你 加油 謝謝你 拜拜 如果他今晚都來到看 那就好了 對阿祖來說 煙花不單是夢想 更代表了他對父親的一份思念 一個承諾 煙花船上 阿祖似乎若有所思 究竟他想起誰 說回今屆 澳門國際煙花比賽會演 來到最後一周 國慶佳節 煙花主題是閃耀迎喜慶 首先出場的是羅馬尼亞隊 是首支來自羅馬尼亞的比賽隊伍 成立在1998年 每年為羅馬尼亞多項重要節慶和體育盛事上上演超過250場煙花表演 並在2006年奪得羅馬尼亞煙花比賽冠軍 實力不可以忽略 講起羅馬尼亞大家會聯想到些什麼 我就聯想起神秘而夢幻的吸血鬼之鄉 他們今次正正以德古拉傳奇為創作意念 用上史詩式的音樂 紅色主調的煙花 讓觀眾認識這位被視為吸血鬼圓形的一代人物 桂麗奪木的煙花表達出百雀華麗傳奇的一身 金魚薰薰 銀花朵朵 紅魚血 白魚肉 充分展現出它的魅力 除此之外 羅馬尼亞有一著名旅遊聖地 特蘭西亞尼亞 以保留中世紀建築而聞名 風光明美 如絲如畫 今次煙花也充分表現出這種古典美 一揚頓初 節奏起落 配合中世紀的樂曲 以及變化萬千的煙花 讓觀眾感受到羅馬尼亞的獨有風情 另外 羅馬尼亞隊加插了星形 心形 螺旋形等等特別煙花圖案 在傳統上添加一點時尚 感覺脫續為禍 第一次煙花圖案 confront thee 訃動的 若游留 折落 狂韑